当地时间2023年5月12日晚 中国贵州憨客军风酒业有限公司 在巴黎幸福楼酒店 拉开了憨客酱酒全球巡展 即首届国际憨客节巴黎站序幕 应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这次活动旨在让全世界爱上中国酱酒 让全世界享受中国品质 前来参加活动的 有巴黎政界 桥界 商界 学界的中法极具代表性的人士 会场气氛十分友好融洽 晚会一开始播放了一个 介绍中国贵州憨客军风酒业集团的宣传片 憨客军风酒业集团位于中国贵州省 仁淮市茅台镇明酒工业园区内 年酿造规模超过6500吨 憨客军风率先开发出白酒行业风策标准 建立酿酒认知体系 首创FFC商业模式 实现了酱酒新品牌 憨客酱酒五年一百倍增长 七年四百倍增长的产业奇迹 目前 憨客军风拥有品牌中端店 憨客酒窍超过2000家 文化实体 憨客酱酒博物馆酒家 企业家和精英人群注册粉丝超过15万人 接下来 憨客军风酒业集团在法国的合作方 法曼尼国际酒业董事长 法国法中酒业协会主席 法国江西商会会长王雅清只欢迎此 他说 五年来我们代理了11款传统的中国白酒 而王维先生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理念的白酒 更适合融入当地市场 我们期待能够携手把憨客的美酒 传播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法国大巴黎区布朗梅尼勒市副市长 卡利姆布美珍在致辞中说 我是中国的朋友 在布朗梅尼勒市主管文化 憨客军风九月集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使我十分震撼 我真诚希望憨客军风九月集团进入法国市场 让有白酒传统的法国人了解憨客酱酒 法国国家体路公司听级学家 现借调法国总理府战略与展望总署高级专家 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前会长尼金成在致辞中表示 中餐已经融入了法国社会 但中国美酒的引入还刚刚起步 所以今天的活动才特别值得赞扬 尼金成还特别称赞了憨客军风九月集团的 首品如命的企业价值观 最后 憨客军风九月集团的创始人 富有传奇色彩的王维先生 在热力的掌声中走上舞台 他介绍了自己对酒文化的热爱 已经出版了十本有关书籍 并介绍了他于十年前收购的始建于1879年的 这个酒业公司的成长史 2021和2022年是憨客薰酒的丰收年 不仅实现七年四百倍增长 三秒钟卖一瓶的奇迹 更代表中国收获全球顶级工业设计大奖 A-Design的银奖铜奖 并成为博奥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第三届大会组委会 晚宴指定用酒 以及其他国际重要会议的指定用酒 更被誉为白酒行业的iPhone 华为斯特朗 王维先生特别向来宾介绍了 憨客的企业文化 企业所获的荣誉 憨客伦理 商业模式 憨客不同档次的产品 产品专利 产品荣誉 酒教特色 盈利模式 供应链体系 并重点介绍了憨客酱酒品牌 全球推广计划 王维先生的精彩讲演结束后 憨客军风酒业集团 同法曼尼国际酒业签署了销售合作协议 憨客军风酒业集团 也同法国SPTT公司 签署了销售合作协议 晚宴正式开始后 嘉宾们开始细细地铭杂 憨客军风的美酒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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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人员 本集团 支持明镜专门 Winco.com 欢迎订阅 我们 if you thi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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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